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农历新年了 经历去年的封锁 游子墨布归心四件准备回乡 共聚天伦 只是疫情的阴霾始终没有散去 便宜毒株又来势汹汹 大型的庆祝活动始终存在着风险 槟城信州桥理事会今天对外宣布 传统天公弹庆典今年再次停办 国内疫情好不容易呈现好转之势 变种毒株扩散又令抗疫工作出现变数 尽管经历过去两年的磨难 民众的防疫意识已经有所提升 不过考虑到大众安全 举国文明的信州条天公弹庆典再停办一年 去年停办了一年 今年依旧由于这一个疫情紧张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保障桥民以及本区 社区居民的这个安全以及健康 作为考量之上 我们还是决定今年停办了 为子森补充 信州桥共有74户家庭居住 各户子女亲友在年节时分都会回乡 经过慎重考量 理事会无奈做出这个沉重的决定 希望大众能够谅解 拜天公是福建人的传统文化 在福建人居多的槟城 每逢天公弹更是热闹非凡 当中又已具有114年历史的 信州桥天公弹庆典 最富盛名 每年都吸引上万人同欢共庆 无奈面对疫情威胁 去年第一次停办庆典 安全起见 今年也不得不腰斩 马西社电视采访报道